先和大家分享一些國際消息 首先,這是來自美國的消息 美國總統拜登說過 經歷了新冠疫情,經濟波動和油價上升等等的問題 很多美國人都感到相當沮喪,情緒很低浪 他說這件事經濟衰退就沒辦法避免了 但是大家只要保持信心,那就沒問題了 我認為美國在全球競爭力方面仍然處於上風 保持信心就可以了 保持信心想油價不升可以嗎? 不行,你都要給貴人捱貴人 他亦引述,有經濟學家警告美國可能會走向衰退 但是我對美國的情況非常樂觀 失業率現在跌至3.6% 美國應對通脹方面比很多國家都更加強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 是不是真的比其他國家都要強呢? 失業率是低的,但是失業率低 慢慢的話又可能會高一點 因為如果你的人工升得很厲害 這個是現實來的 人工升得很厲害的話 那些人就會慢慢請少了人 這個很自然 除此之外,拜登也說 他還要宣稱共和黨人 他說共和黨人將通脹問題歸咎於去年的疫情援助方案 例如派錢的確診 搞到有通脹 他就說這種批評就覺得很奇怪 而且也是沒有理據支持到的 他亦都很謙虛地說 我雖然都不是很聰明 如果決定出錯 為什麼其他的工業國家的通脹 都會比我們更高 拜登也都認為 一些大型油公司 因為油價上升 賺了很多錢 而且也沒有相應增加產量 他認為油公司短期內 都要考慮一下這個世界的需求 不要只是益自己 或者照顧投資者的利益 這樣說 好了 另一則消息 也是來自美國 有記者問到美國政府 有官員說 目前正正是積極考慮 跟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這個夏天 舉行一次電話會談 原來他是通電話 都要預約時間 都要好好考慮一下 報告也提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說 目前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回眠 雙方同意落實兩國元首 都要盡快 和達成一個共識 為一個主線 加強接觸 減少誤判 妥善管控分歧 這個態度 我覺得雙方其實都是非常之好 大家都是表明 都是有意 繼續保持對話溝通 總好過大家不理睬大家 而就之前 習近平也跟俄羅斯總統普京 說過電話的 而中方也都強調 在歐克蘭問題的歷史經緯 是非曲直上出發 大家作出獨立自主的判斷 意思就是 其實習近平和普京 大家兩個 在俄羅斯戰爭這個問題的看法 相信是有不同的 但問題就是 大家都有自己的歷史背景原因 判斷就各自判斷了 都算是說得非常之客氣 接下來第三則的消息 就是來自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說 我們俄羅斯沒有入侵過烏克蘭的 到現在還這麼說 他也說 烏克蘭如果加入北約 這一種是犯罪行為 你送他去法庭 莫斯科 所以就要對烏克蘭進行特別軍事行動 因為已經沒有辦法 向細鳳解釋得清楚了 解釋不清楚就動手 解釋不清楚就打你了 就是這樣 他也說 他接受BBC訪問 他說俄羅斯不是說沒有瑕疵 但是俄羅斯是不會修於展示自我 而且也重新到烏克蘭有很多新納粹分子 這個行動就是為烏克蘭去納粹化的 但是 有聯合國的報告就說到 烏克蘭北部的一條村 就叫做 赤爾尼哥夫地區的一條村莊 有360名村人被俄羅斯武裝部隊 強迫留在當地一家學校的地下室 長達28天 期間就日好不幸 有10名長者因為這樣而過世 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俄羅斯所說的去納粹化呢 在這樣的問題 拉夫羅夫這樣回答 對於這件事 我就感到非常之遺憾 我是這樣說的 意思就是這件事 首先是有發生過 第二就是有死人 另外 包括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聯合國秘書長 和其他聯合國代表的國際外交官員 亦都受到西方的壓力 經常利用 而且放大西方傳媒的下新聞 這則消息看來 連拉夫羅夫都認為是真 而且他亦都表示很遺憾 我覺得 你做俄羅斯外長這項工作都幾難的 根本都不能回答 沒有辦法可以有效地回答 面對這些事情 不能解釋 有一點好 其實他也沒有什麼交通過 他也沒有什麼交通過 有這件事 老實說這樣可能會好些 如果他交通的話 人家找到證據 或者其他更加多的一些照片 可能會更加 中仰需 對 其實我發發覺得是好事 除此之外 他也說 這些西方國家 經常向俄羅斯提供一些 毒刺、標槍等等導彈 他就發現 現在這些武器在黑市裏面 就以一個特價的方式來出售 而且這些武器 現在已經出現在 在阿爾巴尼亞 和霍索玉 另外他也說到 希望西方明白 向烏克蘭提供這些重型武器的效果 就是被人拿去賣 這件事我們很久以前都已經預計得到 烏克蘭本身的貪污腐敗 是非常之嚴重的 把武器拿去變賣 實屬正常 這次也由俄羅斯外長拉斐羅夫的口中 證實了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而俄羅斯外交部也宣布 擴大對澳洲制裁名單 當中包括一百二十一名的澳洲公民 當中包括一些強力機構的負責人 商人、專家、記者 和一些先動受惡情緒的人士 從而也回應澳洲擴大對俄羅斯的制裁名單 這些制裁一般來說都是霸姿態 實際影響並不大 這則又是來自俄羅斯的消息 這則消息很好笑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惠傑夫 較早前表示 法國德國意大利領袖到訪幾乎 是不會令到烏克蘭的和平拉近的 而且他們訪問的作用是靈 原話非常好笑 他是推特寫的 原話是這樣說的 那些喜歡吃青蛙、豬肝腸和意大利麵的歐洲外號者 最近就參觀了幾乎 是不是沒有用的 而且這些也答應了烏克蘭 可以成為歐盟成員資格 以及送出一些舊有的榴彈炮 這個情況就好像一百年前一樣 他們摸著酒杯底 喝了這個Gorica Gorica就是烏克蘭的福特加酒 他們喝著福特加 很開心地搭火車回家 和一百年前一樣 一切看來都很美好 不過這樣是不會令到烏克蘭變得更加和平 而且時間在一點一滴流勢之中 他在推特寫的 他有幾分道理 但又不是一些實質作用都沒有 他去的話當然不是坐一坐 應該都是答應了承諾給他 我相信就是 給他一筆給一筆 送一些舊貨 很可能就像他後衆那樣說 送一些舊貨 送舊貨有什麼用呢 打仗就不夠人打 繼續送一些舊貨 其實就送多些人去死 好了 另一則消息 這則要說一說 這則是香港的消息 警方昨天接獲一名香港女子的報案 早前回應一位陌生人的招聘信聲 透過充當網上的行政助理 就在購物平台以點擊 購物推高商家名氣 賺取佣金 這些拆單騙局 為什麼最近經常發生的呢 我都拎了頭 是不是香港的 這些反罪案的宣傳不足呢 還是現在的香港人特別易握呢 這位女子被人握得不太多錢 握了三萬一千多元 她就接受 對方要求她把這些錢傳入指定的帳戶 目的就是拿來買東西 受害人就向騙徒提出要求支付佣金的時候 但是這位騙徒就要求這位女事主 就入多些錢 所以她就懷疑她被人騙 從而就報警求助了 一半都不應該給了 有什麼理由呢 你幫人做事要自己按錢出來才行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從來都沒有聽過 要幫人做事要自己按錢出來幫人做 這樣按摩的東西都有 不過這種騙局或者這種騙徒 最近都經常得手 但是在這件事上面 警方就沒有拘捕到任何人 就算騙了錢 但也沒辦法拘捕到其實都挺不幸 我覺得錢就下跌了 雖然不是很多 但是這個教訓也不便宜 都三萬多 所以對於一些來歷不明的短訊 我一般的處理手法 就鎖了電話號碼她 以後你都不用再發訊給我 不用煩 遇到有些懷疑的話 警方也說盡快向警方求助 另一則消息 講一下南韓 南韓總理韓直珠 較早前跟前總統文在寅 舉辦一個禮節性的會面 這位南韓總理就說 他跟文在寅 大家談了一些日常生活的話題 還有說過一些國內的經濟狀況 還有在烏克蘭的局勢進行了交流 他作為一位總理 拜訪前總統的目的 都是希望聽取一些施政相關的建議 也希望在文在寅新政府 在施政治國提供一些幫助 他也替對方給了一些積極的回應 很危險 作為南韓總統文在寅的下屬 已經有些被人調查 他可能這樣說 你提供一些建議提供一些幫助 送上你的首級 提供一些幫助為政府立威 這個真的很難說 一般來說 我們看回過往的問題就是 前總統很多時候 前總統很多時候 一落台之後就會被人開檔 查一查就會被逮捕 然後送上法庭 送完法庭之後就送入監牢 真的很可憐 很悲哀 我覺得這些政治 即是一代無限地去輪迴清算 其實都是不正常的 不正常 我以前看過一邊關於南韓的一代代總統的清算 其實在亞洲的所謂民主政體當中 只有他這麼獨特 應該全世界來說他都比較獨特 一個上台清算前 上一個 其實究竟是否健康呢 我覺得這樣看上去就不是那麼多健康 不過我相信韓國他們都很想打破這種宿命 他今次進行禮節性的會面 在韓國的媒體就認為這種舉動 就是一種凝聚民心的舉動 而且這位南韓總理韓石珠 和這位文在寅以前 也都曾經在盧姆元的政府底下 一起共事過 也認識了很久的同事 今次我們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下次回來還有其他的話題